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因为在网上曝光雷正负言乱视频 而导致十多名重庆官员被免职的 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 1月27日晚上被五名警察登门传唤 朱瑞峰拒绝开门与警察对峙 并发微博呼吁外界关注 朱瑞峰表示警方后来同意 他第二天带律师到北京德上门外派出所 不过朱家门口还有一位国保的便衣人员 朱瑞峰认为这些警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 找他可能是为了搜查尚未公布的 重庆官员云乱视频证据 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材料 还有涉嫌淫乱被拍下视频的 重庆厅局级高官落网 他将在何时查证获得确认之后 继续公布相关官员的身份 另外不断有传言说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 将于1月28日在贵州省省会贵阳开庭审理 还有大陆网友在微博上透露 薄熙来1月27日已经抵达贵阳 来自公安、检察和司法三个体系的官员 前往接人 尽管这则消息未被中共官方证实 不过却被大陆各个论坛和微博转载 甚至还有网友张帖 你觉得薄熙来会被判什么罪的讨论题目 供网友留言猜测 而一贯严控舆论的中共官方 这次在不按开审问题上却罕见的宽松 不仅网络上的相关消息没有被删帖 甚至大陆众多的媒体也争相转载 不按开审的小道消息 1月22日中共广东省两会召开期间 有市民在广州繁华地段 举起打倒共产党独裁的牌子 据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曾经多次在街头举起反共牌子 而被称为举牌哥的市民刘辉 这次举牌的内容是 打倒共产党独裁和共产党是共匪 报道说举牌之后 刘辉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广州维权人士刘先生表示 刘辉目前有可能是被遣返回老家 或者遭到关押 据了解 去年9月7日 刘辉也曾在广州繁华市区 举着反对独裁自由民主牌子游走 并因此被警方拘留 1月25日 有活动人士在美国白宫网站 发起请愿联署活动 呼吁美国政府禁止那些 帮助中共当局实施互联网审查的人 进入美国 请愿活动目前已经征集到 5600多个签名 根据请愿书提供的链接 帮助中共政府建立防火长城的人士 方斌兴 雄刚和韩伟丽 方斌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雄刚是中科院研究信息安全的 高级工程师 而韩伟丽目前任教于 复旦大学软件学院 请愿书说 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人 经常需要参与国际间的交流 知识交换等等 如果其中一些人为了某个国家 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 阻止其他人使用互联网 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抵制这类行为 如果这类人申请入境美国 参加技术会议等活动 作为一个一贯看重自由的负责任的政府 就应该拒绝他们的入境申请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进门